欸!誰誰誰520是不是又得到一個相耐了? 但為什麼你連男友都沒一個影子咧? 你的戀愛是不是總是談到 那這一集你一定要看 因為你在愛情中可能做錯了這六件事 Yo大家好,我是七七老大 很多人在買東西的時候是很精明 但是一談起戀愛 智商就變天線寶寶 今天七七老大就要來幫你突破 欸!女生在愛情裡面超容易犯的盲點 戀愛殺手一叫做 德雷莎修女士的復出 欸!有一首歌齁 不知道教壞多少人 五條件為你不顧明天的安穩 為你變堅強相信你的眼神 我跟你說你不用想 你這樣談戀愛絕對是分手收場啊 所謂無條件的復出 這個不叫戀愛啊 叫溺愛啊 這個也不叫做聖母 這個叫傻妹 你有沒有怕他冷怕他餓 買東買西海去他家倒垃圾 你想要男人體面有沒有買包包給他 買名牌給他 男生說要創業什麼代理品牌啊 開個手搖引啊 你就掏出一百萬來支持 被男生爆打一頓 你哭著說 啊!這次是他情緒失控 他平常不會這樣 抓到他偷吃 你說這酒後一時迷失 是不是嘛 很多女生啊 都在不斷的養大 男生的王子病 戀愛中他要的是互相 我跟你說男生啊 其實就是很賤啦 你做再多也不見得被感激 甚至還會被他看成理所當然 所以無條件的復出啊 欸!請對爸媽 啊!戀愛要怎麼樣咧 叫有條件的關愛 什麼叫做有條件啊 啊!以德報德啊 投桃報李啊 你給我一顆蘋果 我給你一顆酸啊 你給我疼愛 我給你體貼 而且我告訴你喔 不是啊 一百趴這樣回報喔 啊!根據我的計算喔 如果男生啊 疼你一百趴 你回報他 八十七點八趴 就會讓他 吃到骨髓之後 發現很好吃 還伸舌頭進去舔 讓他回味再三的完美比例啊 再來戀愛殺手之惡 叫渴望白馬王子的救贖 啊!一個白雪公主躺在那邊 等待一個帥哥來親他 他才會醒 啊!灰姑娘啊 本身啊 他世界很灰暗 啊!王子拿一個玻璃鞋 幫他穿上 從此世界變得鮮豔啊 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 你們是不是都相信這種鬼話 我跟你講啦 即使這個世界上有白馬王子 你躺在那邊 沒刷牙好幾年 他怎麼親得下去 所以嘛 你們不要去幻想 你本來很無聊的生活 可以啊 因為啊 戀愛變很精彩 啊!你本來黑白的人生啊 會因為一個男人而得到救贖 跟你講 戀愛他無法讓你從 所以你想要王子之前 你自己要是公主 想要幸福之前 自己過好生活 戀愛救不了你 男人救不了你 只有你才能救自己 所以再說一次啦 單身它是一種狀態 而不是一種等待 把自己生活過好 你才有幸福的可能 來喔 如果你整天失戀 心情不好 壓力大 憂鬱 沒精神 那一款茶 我一定要推薦給你 就是我調配的 乾麥大澡茶 又叫元氣乾麥茶 我請拉貝啊 幫你們做的罐裝飲品 很方便啦 裡面啊 甘草 小麥大澡 可以緩解情緒 放鬆 舒壓 喝完啊 你不僅會 心情一整天美麗 還會啊 補充元氣 調理疲勞 這個啊 真的好喝喔 完全沒有中藥味 自然的香氣 不加糖 但是有微微的甜度 還真的很好喝 再加上這一罐 之前出的 鮮銀玫瑰茶 增加代謝排便順暢 好喝超低卡 把它拿來取代手搖飲 絕對讓你很美麗 兩款網路都買得到 老大代言監製 品質一定放心 好啦 資訊我都放在影片下方 你們要的自己去看 再來 戀愛殺手之三 你追求的穩定 它不是真的穩定 喔 這一件喔 它算是最多最多人 會在愛情裡犯的錯誤 以為啊 關係確認了 時間久了 那愛情就自然穩定 喔 不是喔 欸 你說的這種穩定啊 其實它本質上 叫做平淡 叫做無聊 來 你想想看啊 你們多久沒有那種 說走就走的小旅行 啊 你又有多久啊 沒有啊 化全裝啊 跟男人約會了 又有多久啊 你們吃一餐飯的時候 是真的啊 有放下手機好好聊天的啊 其實啊 不是時間啊 讓你們平淡 而是你們自己讓自己平淡 所謂叫穩定交往 叫做啊 關係塵埃落定 彼此很有安全感 很有默契 而不是啊 時間久了 邋遢 素顏 擺爛 或等著被刺 吼 叫做穩定中啊 一直有新鮮 穩定的有創意 有驚喜 不然不要說七年只養 我告訴你 你七十天你覺得養翻了 再來戀愛殺手之事 叫超越女友該做的事 所謂叫分寸 以及場合 它很重要 但是老大必須說 的確很多女生在這方面上有一點過頭 我知道有一些女生啊 交往不到一個禮拜 火速給他搬進男朋友家 手機啊 馬上改老公老婆 Facebook要改已婚 但是這個也不打緊啊 還有的會啊 主動聯絡這個男友的爸媽 直接殺進他家 陪他下午茶 陪他去買菜等等 甚至有的會啊 要啊 男朋友把每個月的薪水啊 繳回來給他 保險受益人 直接改他 還會啊 過問他的金錢啊 說要存錢啊 買車買房 這個啊 當然是極端的例子啦 不過很多的女生是 或多或少有這種傾向 一開始交往 美其民是說要互相照顧 但其實是啊 想辦法參與啊 深入啊 支配對方的生活 老大給你的建議是 起碼半年 一年以後再說 還不到半年 你盡量就是做到 除了愛情之外 讓彼此啊 生活保有一點點的空間 這樣啊 你也可以看清楚他的面貌 然後再慢慢加深你們的關係 猜不會啊 馬上你就陷入太多啊 酷了自己 或者是啊 嚇跑對方 再來戀愛殺手之舞 叫 太緊太鬆 都不對 哈 你以為我在講什麼是不是 對 我就是在講 你們的關係 太鬆這個啊 不用講了 別人情侶熱戀啊 傳個訊息是秒回 欸你們兩個傳個訊息叫輪迴 八天十天聯絡一次啊 幹什麼 阿公頭妻都比你們快回啊 這種戀愛啊 充其量 他只是 互相陪伴 打發時間 他根本不是愛情 那至於太緊咧 這件事就要好好說明啊 啊不能有什麼 異性朋友啊 奪命連玩口啊 開定位啊 3IG 異性朋友啊 諸如此類啊 他是大家最常做的 但是老大必須說 如果一個男生他要騙你 他有一千種方式 也不是你這樣做 可能就有效的 相反的 你用這麼激進的方式啊 是很傷彼此的感情 而且啊 你要記得啊 被你綁住而留下來的 他不是真正屬於你的 我看過有人說啊 談戀愛要像養貓啊 你不是官容 也不野放 而是創造好啊 你們相處的方式 以及你自己的價值 遠比啊 綁著他 他會更容易留在你身邊 欸 講到這個話題 我就想到 我以前很小的時候 有交過一任女朋友 他說啊 是因為我太帥 而讓他沒有安全感 但是你亂加的吧 真的真的 我們才啊 交往差不多兩天吧 他就要我的什麼 帳號密碼權要給他 而且還要定位我的手機 結果啊 好死不死 有一次定位跑掉啊 我人是在美麗華 結果定位定在隔壁的圍格啊 當場啊 跳進黃河 喜不清老大 直接被他分手 到現在啊 我在他心目中啊 還是一個渣男啊 這我可以作證啊 可以作證對不對 小黑 那時候我跟小黑 因為他不是去圍格 他是去木蘭 不要害我啦 再來啊 戀愛殺丑 最後一個啊 把感情問題 交到別人手上 來 你走進醫美裡面問醫生 醫生啊 你覺得我的臉應該在哪裡 通常 你這樣問他 弄出來的 都不會滿意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別人的意見 感情也是一樣的啦 難過傷心的時候 閨蜜陪你買醉 當然那個很好啊 一起吐槽啊 數落難有幾句 你很無助啊 徬徨的時候 你去算算命啊 也OK 但是這種閨蜜 算命的話 是聽聽就好 他可能會是一種 你們調整的建議 但絕對不是你感情 分合的依據 我看過太多人啊 因為別人一句話說 你跟他在一起 一定會很苦 就放棄了一個 交往三四年的男朋友 或者是因為什麼 算命老師說一個 你們八字很合 你就跟他 沒有很喜歡的交往 這些你把自己命運 交給別人的一些做法 那你不如值硬幣 都猜人頭 50%的機率 還比較刺激 好啦 以上這六件事情啊 就是很容易造成 感情上的破裂 跟大家分享 老大跟大家說 愛情 你們一定要繼續相信愛情 不管你是現在正在失戀 還是你在戀愛中 淡卻跟喪偶一樣 請你都一定要好好的 把心情調適好 曾經啊 我們經歷的這一些啊 未來都會變成養分 我是七七老大 喜歡 訂閱 分享 留言 我們下次見 我喜歡喝乾麥茶 然後小黑喜歡喝的是玫瑰茶 你們可以都喝喝看 給自己一個變更多的機會 就算你一邊喝的話 我會再喝一次 我也要喝點 你真的有什麼